什么铁子 黑粉疯狂抹黑后准 一时间黑粉与明星的恩怨成了热门话题 方淼再次光荣登上电视 不久后一档明星和黑粉面对面的节目 找上了方淼和后准 一个为了钱 一个为了话题 两人都接受这个节目 方淼担任后准的经纪人 两人在节目里吵架互死 节目一开播就爆裹 打入敌人内部的方淼 发现了后准高翔和爱琳之间的三角恋美目 本着复仇决心 她开始更加紧密的挖掘其中关系 后准经常住进自己的宿舍 所以无家可归的方淼偷偷住进了后准的豪宅 在她的家里 方淼舒服的享受着后准的东西 结果被突然回家的后准打个正着 为了不被赶出去 方淼只能屈辱的作家 给后准讲自己写的小说故事 方淼谈起了自己的作家梦 可迫于生活却成了一个狗仔 最后还被明星星飘飘的一句话 就成了失业人员 后准准取方淼赞助在自己家里 方淼为了继续留宿在此 只好不断的讨好她 方淼在道具组里找到一对手铐 原本是为了恶作剧绑住明星 谁知一个失手 把后准的手和自己的脚靠在一起 绝望的明星惨遭冰尿折磨 经历一夜的心理斗争 两人在凌晨艰难的敲响 开锁师傅的门 某个夜晚 方淼看到偷偷摸摸和爱琳约会的后准 她拍下两个照片 结果还被后准发现 后准没有生气 只是释然的告诉方淼 她与爱琳之间的纠葛全部结束了 方淼因为黑粉节目迅速窜红 黑红的后果就是惨遭后准粉丝的围毫 方淼强装无所谓 却在背后委屈大哭 红的感觉并不美好 后准和她都一样 黑粉和明星在彼此了解中解开心结 方淼带她去了自己的朋友聚会 舞台上方淼跳舞后准伴奏 后准第一次和她谈起了初恋爱琳 虽然最后爱琳选择高翔 但是她还是祝福他们 黑粉越来越有经纪人的样子 明星也开始关心方淼的生活 日子都在往和谐的方向发展 可是后准却接到一个派对邀请 同时参加的正有爱琳和高翔 后准给方淼盛装打扮 将她带去派对 方淼风光出场 却发现自己身上戴的是和爱琳同款的项链 方淼觉得自己被后准利用十分生气 高翔用阴阳怪气的嘲讽后准看女的品位 后准没有控制住情绪 动手揍了高翔 后准的暴力一时坚惩成了热门话题 网上对她和黑粉的讨伐生越来越多 后准的工作也被迫停止 从保镖那里 方淼得知项链只是爱琳刻意设的局 后准其实很喜欢努力生活的方淼 原以为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 谁知之前的节目方和高翔互相串通 将拍摄内容刻意剪辑 又偷窃方淼早就删除的照片和文案 利用方淼的名义将捏造出来的后准丑闻曝光 方淼知道后狠狠揍了高翔 可是到如今有狗难言 方淼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她去后准家解释 谁知一大早却看到了爱琳出现在她的房间 方淼道歉之后离开 可是后准也不过是被爱琳算计 她根本没有约爱琳来家里 方淼在网上解释了所有 然后离开这里 后准早已摸清她的行程 一路追到了飞机上 将这个伤心的小黑粉追了回来 每个明星都有黑粉 相信无论是明星本人还是粉丝群体 都极其厌恶黑粉的存在 如果你作为粉丝 看到自己厌恶的黑粉 竟然和自己喜欢的明星走在里面 你会怎么想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影片片名 所以和黑粉结婚了 我们下期再会